焦点视频 吴佩夫完期朔矣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吴佩夫师傅 大家好 师傅近期有个很热的话题 就是关于沙岭超级笨状城 其实笨状城 大家都知道是阴窄的东西 或者是风水的东西 在你角度怎样看? 这个问题困扰了香港 已经很久了 因为每个地方都不希望 火葬牆或殡葬的东西 就在自己的区域 尤其是市区 我觉得19区也有就最好了 最公道 不用争 最公道 19区也有 不要放在别人那里 其实这些都是大卫的事 沙岭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它就是我们香港最北的地方 香港最北的地方 其实这个位置 我个人觉得风水上来说 是相当合适的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所有的风水 都是说 向南最好 北来说 最好有山 有靠 对不对? 是 所以来说 我们在空水上 有句说话 我们如果祖山在北方 其实是一个 风水上的 一个很吉利的布置 如果我们殡壮城在最北边 就是我们的祖山 祖先 先人 都是我们的北边 所以来说 也是最有力的 这是一个风水 比较好的布置 在最北的地方 当年来说 有一个风水大师 就是吴思青 在沙岭那里 就是潮州公布 它都是一个风水的 选择和布局 所以其后来说 香港也有很多 潮州籍的人士 是法父 我们的李超人 很多都是一些 潮州富豪 风水其实是好的 我想说一件 比较特别的 我们中国大陆 本来说 就是东北方 就是那些山物 全部都在东北方 我们就向东南 向东南 向南边 就是水 就是这样出海的 对不对 是 会这样的情况 也是说 坐北就是向南的 我们一个城市 大陆的城市 很多时候都是坐北向南的 是 城市规划 或者楼宇的摆位 但是呢 跟香港 就刚刚调转了 因为香港 我们如果在维港 我们建海 就是坐南向北 是 坐南向北 所以我们很多的楼 都是坐南向北的 嗯 刚刚跟大陆 是不是一个对冲 嗯 是吧 是 所以来说呢 就等于 为什么香港好像是 有一种反抗啊 有一种好像跟大陆的政治 好像是格格不入啊 或者跟大陆的政府 政制好像是格格不入啊 有一种对冲的力量啊 就是一种摆位 是 所以呢 那我们也可以 呃 我们幻水一下 呃 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帮一些写字楼看风水 嗯 那这样老板的房子 看出去不是很多伙计的 是 是 喏 如果那些伙计的摆位呢 那些桌子呢 全部是面向着老板的话呢 那老板是不是会 啊 看到个个哪个打边坐在那儿啊 如果你坐在那儿 是吧 嗯 好像很理想啊 是吧 做着什么都知道 但其实来说是不太好 喏 那形成了一个势呢 就是说 那些伙计呢 可能几十个伙计的 嗯 变向着你 是不是跟你好像有一个对冲的情况 哦 OK 形成对冲的哦 那反而来说呢 就是说 他们的力量还要大过你哦 是 因为他们人多世众嘛 嗯 你是孤君一人嘛 嗯 大家的力量相冲 反而来说呢 反过来 就是那些伙计呢 和你的坐向一样啊 嗯 形成一心呢 这样就更好一些 对于这个形势上更好一些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香港 和大陆的形势 是 大家的坐向是 大家对对冲的 哦 哦 是吧 有这样的情况啊 那也是一种看法就是说 风水上面呢 我们经常是一种叫做比较嘛 有种比较 那来有些人说 对着坟墓 好不好呢 或者是 对着一些沽坟 和对着一些 祖坟 或者是很规划性的坟墓 对着坟墓 又有分别的 是 那就是好像我们 粉岭啊 上水一带 有很多的楼宇呢 看到一些山 就会有一些沽坟的 是 就是零零星星散落 是有一些少少的坟在这里 是 是 那些客人就会问 哇 我看出去很远 山里有一些坟 会不会是有影响呢 其实就不用担心的 这些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沽坟 一座半座呢 和你的大厦本身来说 你这么多座素 嗯 是吧 你的人气强过他很多 是 就是阴阳上来说 阳气比阴气盛很多 是 那就是问题不大 是 是 但是你说 喂 不是啊 我一座大厦 隔了一条街 就已经是一排坟墓了 就是滑石 是 是吧 哇 那些坟墓 比我们的座素更多 是 那样就不同了 那就是很刺激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阴气盛 是 是 你要阳气 你是不是人少了 是 你要面对它太过勤 和它的坟数太多 是 那风水上真的确实有影响 哦 那你说喂 看着坟 那会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坟是代表死亡 怨气痛苦疾病 嗯 是吧 或者是恐怖 是 有这种仗义在那里 所以说你人住在那里 当然事情都不顺利 心碎不灵 起码来说 睡梦 或者睡都睡得不太好 是 会这样的情况 那也等于跟着殡仪馆 是 殡仪馆也是代表了这些什么 这些不好的东西 你说如果家里太过接近殡仪馆 那都是不好的 是 都是不好的 有人说一阶之隔 等于一阶之隔 等于一条水 解开了 那就没有影响了 那这个只不过是 风水上面可能的力量 嗯 你有一条河夹住了 是 是不好的东西 但是 心理上是一样的 嗯 你朝着它 你会看得到 是 除非你不是朝着它 即是说我家背来的 我看不到的 或者是 不是大枪来的 有些小枪 我可以关上去遮住 那你可以用遮挡之法 嗯 你遮住它 风水上面 那你见不到的 眼不见就干净 嗯 是吧 它的影响力也影响不了你 嗯 但是如果你说对口对面的 那你一定是有影响 心理上 那即是如果反过来 这么说 既然国内那边那么害怕 他说喂 大哥 隔三百五十米而已 他们就是朝着了那边 是 你明白吗 我们沙嶺就是我们香港的最后 最北的 是 我们是早山 等于北边 是 我们眼不见的 是 对不对 眼不见为干净 他们就很近 他们朝着 是 他们当然有影响 是 是 你说没有就骗你 是 但是我们香港呢 如果我们放在沙岭 就是殡壮城 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嗯 就是林郑这件事情 是唯独 不是 就是做得最好的 是 是 当然千错万错 就是她不会有错 是 这次更加好 做得放在北边 比较好 是的 哦 OK 那就当了真是那个向都始终都向着深圳那边 有些什么可以挡一挡的 呃 老实说 形成了一种杀气呢 你殡壮城有这么大规模 20万左右 是的 是的 你知不知道和合石呢 其实来说 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蜒状来的 蛤 和合石是全球最大的蜒状来的 全球最大的蜒状来的 是 是 屏风之类的东西 嗯 那当然要很高 是的 是不是 当然要很高 你阻隔了 是 就是你深圳那边的居民看不到 是 不要说潮倒去 直接看得到 是 那都可以好一点 围住深圳 起码挡了 是 起码挡了视线 嗯 但是你说喂 空气污染啊 那些 那些就是环保问题 是 是不是 这些就不像我一样 你常常都闻到烧鸡液味 那些就 环保问题 是 就不关风水的事 当然了 这种都是一种微煞 是 那 风水上面有几种煞气 是很难化解的 嗯 一种就是微煞 你很难化解的 好笑 喂 那种化炉 整天都好像有烧烤味 是 每天都闻到 是 是不是 你想烧鸡液味 你也很惨 你又闻到 是 那你怎么化解呢 那微煞就很难搞的 这些就是帮不了的 是 第二是 声煞 嗯 那我相信 打 打齋念经 不会是吵到那边的 是 开含喇叭也不会的 是 声煞也很难化解的 嗯 另外就是 光煞 光煞就比较好一些 是 但你未煞就很难搞 嗯 那这种事情又是要 环保那里要看怎样搞的 是 是 好 是 那好了 今集相当之有趣 我们讲了这个沙领 下一集我们再请教吴沛夫师傅 好 谢谢观看